師傅 我想請一下 講起法科或者神功 小不免很多人都會想起一些神神怪怪 有很多鬼 你又會見到 然後你就展開這個每天很驚險的捉鬼生涯 那是否呢? 因為現在有很多電影、劇集 都是關於這些題材 其實現實的確是跟劇集或電影有分別的 事實又不是這樣 誇張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接觸這些鬼怪方面的東西 我們現在都不會有害怕、緊張的感覺 反而會靜心地去感覺一下究竟是甚麼事 我們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都覺得是幫人 其實如果你說靈界方面的 我們其實都是在幫他們的 嗯 OK 那好了 我想問一下師傅 你學了神功、法科 其實跟你一些原學術數那方面的東西 反過來又怎樣可以做到一個配搭的作用呢?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有 我想中國這麼久的歷史 所有流下來的都是有關聯的 那譬如可能風水呢 也都會和易經是有關聯的 那很多易經也都有基礎 我看其他東西都是會有 就是可能白智啊 那些其實都會有連系的 那但如果我們法科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是最有幫助的就是 我去到每一個地方或者甚麼 我覺得有時候有危險啊 或者有困難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都是有 就是師傅會看著我們 那甚至乎風水方面啊 我們都可能會用法科方面的方法呢 去解決一些地方的風水問題都會 那就有別於普通的風水師 那可能我們就 不是正正用學術上面的風水去做處理這件事 嗯 OK 那我的同時呢 我想請教呢 就是我聽過呢 就是一些 法科呢 有一些的符咒 嗯嗯 那其實符咒 是不是跟一些 可能一些 例如說 增強一些的運程啊 或者法力有關呢? 嗯 其實我們呢 就會喝這個符水 那符水其實都會有關 我們增強我們的法力的 但是如果你說運氣方面呢 我們都會有這件事的法力 但是 就是我又覺得 很多時候呢 我們 錄音弟子啦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 有一個 就是去幫人的心 那首先 我們自己都會一個 平常心去面對我們前面的事 那如果你說 你說 會增強運勢啊 運氣啊 我們的確是有這方面的法力的 嗯 OK 那最後一條問題呢 嗯 是啊 你問吧 是 OK 那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 如果例如有一些人 他找你去問事 或者總有一些事情 他想去請教你的意見的時候 是 那你 你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 是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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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可能一些其他 風水啊 那邊那些 那你是怎樣去做一個 judgment 就是 究竟我用哪一件事去幫忙呢? 其實都是一些經驗之談來的了 那如果你說 其實 當然 我們就 就是 用最簡單 最直接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是 那其實又不用想到一些問題這麼複雜的 那如果 即是遇到一些客人的問題啊 或者是一些 朋友的問題呢 我們都用一些最簡單的方法 那其實我們初步呢 我自己習慣呢 就是會用了 液經塔狼去 了解那件事的發展 究竟是怎樣 是怎樣 是甚麼事 而對證下 究竟是他需要 法方方面的幫助 還是 在他家裡 可能了解一下 他家的風水運程 是怎樣 嗯 OK 其實來到今集 是第二集 OK 其實呢 在我們這個影片 的簡介下面 有 有啊 啊 啊 師傅的一個聯絡方法的 嗯 有電話啦 亦都可以一條link呢 可以click進去呢 那我找到師傅的 那如果有些任何甚麼的疑問呢 不妨呢 就可以最 像師傅所說的啦 用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OK 那好了 那下一集呢 我們再見 Sowin師傅了 好 多謝大家先 拜拜